那么今天我们在重庆带你看一下 重庆火锅店手工炒料的底料是怎么炒的 有点拗口 来看一下刚打好的瓷巴辣椒 哇 拉在一起 第一步下牛油 这一块牛油多少斤啊 40斤 40斤一坨 4坨就是160斤 大火熬化是吧 嗯 对了 这个全大火 牛油熬化 加的是什么 大葱 洋葱 真香去意味 搞餐饮的朋友们啊 尤其是开火锅店的朋友 今天这个视频一定认认认认认的看完 全是干货 这个是炸的洋葱 葱要捞出来是吧 要捞出来 炸到这个程度 捞出来 香味已经出来了 然后再下姜末 这个捞不捞出来 这个不捞 放在里头 放在里头不会糊吗 不会啊 水分太多了 能出多少料子啊 200多斤 210斤左右 基本上 那店里能用多久啊 一天 看看重庆这个烟火气息 全是排队的啊 要熬到这个程度 金黄色 可以的 可以下豆瓣 下一步下火锅豆瓣 老板全程无保留吧 全程无保留 学会 大的本事 看起来 火锅豆瓣 下豆豉 那不下豆母子吗 他们讲说要下豆母子 豆母子也是火锅材料的一种 以前我们用过 但是我选择的还是豆豉 个人觉得豆豉的酱香味 更重一点 我更喜欢 你干那个火锅干多少年了 10年了 今天刚好就10年了 哦 这个是什么辣椒 新一代 哦 蕾荒 新一代 你们吃饭辣椒就是用那个做的 嗯 这个是其中一种 还有好多种混合在一起的 熬料真是个体力火啊 这个熬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熬到这个豆瓣酥皮就可以了 哦 太香了啊 香飘一条件 小米的十八辣椒 十八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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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进去水分 马上就放进去 十八辣椒 这个进去水分 滚水打成那种 对 我们把它煮 我们家底调没有一滴添加剂 那他们加添加剂吗 加什么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 我的妈 这个底调看着太舒服了 很多年前我也熬过底调 但是我熬的是龙虾料 其实我也想试一下 但是我怕把它给熬糊了 熬料需要胳膊有力 这一锅大概成本多少钱 两三千块钱吧 那滑到一斤大概多少钱 大概在十四块左右 哦 一斤十四块左右是吧 对对对 哦 这个成本还是可以的啊 开始下回香 还有别的香料吧 我们家本来更没有 就用香料了 就用了这一种 就最传统的重庆火锅 是不是没有香料 对 很多其实都没有香料 大部分的骨头 就是驴肝 大部分小地吧 但是大部分的骨头 就是骨头 81号 81号有没有 82号 生意是真的好 我估计200多斤的料子 一天是不够用的 今天的话啊 熬了一个小时 开始下花椒 这个花椒多少钱一斤啊 六十多 茂文 青红花椒混合起来的吗 茂文花椒和云南的青花椒 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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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给力了啊 这个还要发酵多久才能就啊 好好之后一般放个四五天 它的效果更好 兄弟们 重庆火锅底调你们学废了吗 看一下这锅底调 我的妈 看到我 腿都有点软啊 新鲜鸭血 要加水啊 刚才问了老板了啊 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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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肥肠肥肠肥肠 先尝一个 应该是能吃的啊 很烂很烂 肥肠 搞里头 哇 锅开了 就是这种感觉 铁锅 老社区 老火锅 老得那个压血吃吃 啊 虽然重口味 虽然明天 下面可能有点疼 但是 啊 一刀就碎啊 嗯 啊 重庆火锅 就是 香得很浑厚啊 油厚啊 他这锅底照 里才卖多少钱 卖28 同样的 这个如果在我们江苏 嗯 一百下不来啊 六斤料 三斤水 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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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毛肚 多下点 太给力了啊 这还有蛋炒饭 来一口 火锅 配蛋炒饭啊 绝配啊 看一下 新鲜毛肚啊 吃得很 看得没有 蘸料一般就是蒜泥跟麻油 但是我们 来重庆以后啊 不要蘸料啊 已经足够重口味了啊 哇 我舌头都颤抖了啊 蛋炒饭 来点火锅红油 吃就得按照重庆人的吃法来啊 他还有一个柠檬 应该是解内的 这个蛮有创意的啊 好吃好吃 来点油 哇 明天肯定要打标箱了啊 真的好吃 越辣越麻越想吃 打这瓶 吹了哈